這個是一杯水 好 那這一杯水 喝你有感覺啊 好 那要做檸檬汁 運動飲料 要酸酸的 那這個就是 這個檸檬酸 好 那檸檬酸 加進來口感就好了 就有酸酸的感覺 就好像喝檸檬了 但是加進來之後呢 好 加進來 現在喝起來 就會有酸酸的感覺 但是呢 看的視覺 還是透明的 還是透明的 好像我在喝白開水一樣 對 雖然喝起來酸酸 有口感了 但是視覺不好 對不起 我來試一下 你剛剛加檸檬酸 加檸檬酸 剛剛本來是開白開水 對 好 我再試試看 對 就像那個檸檬的味道 酸酸的啦 但是沒有檸檬的感覺 就是那顏色不對 對 因為透明的 是 所以說要加一個起雲劑 這個起雲劑下去 那個感覺就出來了 好 那我們加一個起雲劑 那起雲劑加一點點就夠了 好 就加一滴 好 那這一個是合法的起雲劑 這樣看起來就像檸檬汁了 就像檸檬汁 這可以喝嗎 可以喝 這可以喝 那個起雲劑是合法的 合法的 安全的 對 好 那這個我們就試 這樣喝起來就像 這樣看起來像檸檬汁 喝起來也就像檸檬汁 可是你大概沒想到說 我手上這個檸檬汁是調配出來的 對 兩個就很接近 對 很像 這樣子就很加 因為你剛剛起雲劑加的量還比較多 對 相對比較多 所以消費者的感覺 這個比較濃 這個應該比較貴 所以如果說你剛剛只是那樣一杯清水的話 你感覺上去就不值錢 是 好 那無料理 那這一個是罐裝的 罐裝我們的這個檸檬汁 對 那罐裝檸檬汁像這個樣子 它也是有起雲劑 那加有這個 有這個屑屑的 叫檸檬 但因為檸檬的口感不是那麼好 所以要調一下 調一下這個這麼好 那這顏色呢 看起來那麼白 那我們如果要把它變成一樣的 再加一點點這個叫 這個叫做食用的黃色色水 還可以再加東西 對 它就變得比較黃一點 OK 好 來你再加上看看 這樣的話就等於說 更像檸檬汁了 對 就更像這個檸檬汁 再加一點點進來 這也是食用的黃色色水 這麼一點就夠了 這個太多了 太多了 可是你真的一加了以後 像柳橙汁 這有點像柳橙汁了 是 但反正就是你這樣調配 你就要一個比例的話 你不要再稀釋一點 然後搞不好就會比較像了 是 好 那好像不只是 我們剛剛談到的 就是運動飲料啦 檸檬汁啦 很多東西都可以這樣調出來 那剛剛這一杯 我們這一杯如果 味道還不是那麼好 這有一個叫做 這個檸檬香精 對 檸檬香精加進去之後 檸檬味道就更濃了 所以說這個現在聞起來 沒有味道 吃起來酸酸的有顏色 但是把這個檸檬香精 加進去之後 它就會有檸檬味道了 再加一點 這個檸檬香精 一點點也是一點點 一點點就可以了 調配一下 調配一下 這樣就有味道 這樣就有檸檬的味道 這個檸檬香精 所以剛剛是你要看得像 然後要喝得像 喝得像 然後現在是聞得都像了 可是好 那如果說假設 對不起我們今天調配的量高了一點 如果按照這樣比例 你現在看到 是一個完全純正的檸檬汁 可是看得像 聞得像 吃得像 但它是調配出來的 好 那 耀官 您想知道這麼多這樣調配的東西 還有別的嗎 很多我們現在 我相信不能相信所有的東西了 難道現在我看到的 我喝的 都可以這樣調配出來嗎 好 那這個咖啡喔 有所謂的化學咖啡 這一杯是罐裝的咖啡 但是我們可以用化學咖啡 把它調得幾乎差不多 咖啡也可以這樣調出來 調出來 好 那這個是一個罐裝咖啡 那一樣呢 我們把水加進來 好 然後這個擺開水 好 擺開水 擺開水 我可以加一點 來 加一點水 來 加一點 好 那水進來之後透明的 那這個地方 有一個所謂的 叫咖啡香精 咖啡香精進去之後 就有咖啡的味道 那它已經調配好 有一點顏色 和色的顏色 然後我們把它加進來 所以你這樣子 輕輕如水 然後呢 像擺開水 好 味道出來了 好 這個叫做黑咖啡 好 那還沒有加奶精 聞起來像咖啡的味道 是 那還沒有加奶精 那現在我們把奶精加進去 就起雲劑 再把它加進去 這個地方就夠了 所以起雲劑很好用 是 是 再一點點裸露的對不對 太多了 太多了 加一點起雲劑 就我現在加了起雲劑之後 我剛剛看到的就是那個黑咖啡 那我現在如果加了起雲劑之後 好 這個感覺上怎麼 你就一定是加了奶精 加了這個所謂的方糖之後 是 那如果覺得顏色不夠濃 這個地方有一個焦糖色素 那焦糖色素就加顏色更深一點的 好 這個是焦糖黑色素 你用這個 用這個 你用這個這樣 一條 對 然後它顏色就會變深 對 就變深 我來看看 所以你缺顏色我加顏色 你缺味道我加香料 你缺口感我可以加這種調味料 然後呢 如果覺得奶精不夠再加起雲劑 就是會更濃 那個更白 我真聞起來就像咖啡 喝起來也像咖啡 但它就是一個調製的 沒有想到我們今天吃的喝的看的 這些東西你喝下去 你吃起來你覺得你在喝咖啡 你在喝檸檬水 結果那都在化學實驗室調配出來的 那如果要檢驗的話 這裡面就是沒有任何的咖啡成分嘛 那廠商可以加化學的咖啡因下去 就有咖啡因了 然後呢 裡面沒有營養成分嘛 比如說蛋白質啊 那個糖類啊沒有 那就是可以用綠豆湯來取代 綠豆湯加了這個東西 就變成綠豆湯就變咖啡 所以我們現在喝的一些咖啡 其實它的本質是綠豆湯 但是我們很高興地把它當咖啡喝 因為裡面有加那個咖啡因 所以我們覺得對我們有提神醒腦的效果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有提神醒腦的效果